好,来我们看第三题 OK,这个我可以看到它没有分母的情况之下 这个我可以直接sub的 2square 64 然后622 然后所以我就有4加12加9 然后这个答案是等于25 OK,我快快的做 这个是12 然后这个C的我不能够直接sub 现在先做直接给sub的先 1square 1,1-10 然后1-10 所以这个是不能够sub的 然后过后我放1的话 1-1,1-1 这个也是不能够直接sub的 然后这一边呢 这个呢 它放4的话 4,4,16-16,4-4 这个也是不能够直接sub 这个也是不能够直接sub 然后好像只有前面两题能够直接sub而已 OK OK 这个是第三种类型的题目了 然后 好,来我们C的这样一题一题做下去 C的情况之下呢 我的这个它是 limit 这个东西 OK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 limit x去e 然后我的 e e其实是e2 所以它是 x加e x-e 和 x-e 然后 这个时候 我的x-e跟x-e可以约 所以它会变成limit x去e x加e 然后才变成1加e 2 OK 接着我们可以做D的这一题 接着我们可以做D的这一题 好 C跟D的这一题呢 都是属于 把它的那个 factorize的 然后再跟它sub进去 所以这个是limit x去e 我把x抽出来 剩下x-e 然后除x-e OK 然后还是不能够 然后它会变成limit x去e x挂幅 x加e x-e over x-e 然后它会变成limit x去e x乘x加e 这个时候我才放进去1乘1加e 然后它会变成1乘2 然后它答案就是2了 OK 然后接着我们这一个 这一个通常是2 这一题也是2 两题都是2 OK好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做1跟f的 OK 1fg的都可以做了 都是属于同一种类型的题目 OK 好 这一个它就把它limit x去4 你还没有sub进去之前 你的这个limit的一定要继续写上去 你把x抽出来 它剩下4-x 然后下面是4-x OK 它不一定每次都是a2-b2 a2-b2 a2-b2 它像这个我直接抽x出来 它4-x4-x都可以约 所以它这一个就会变成limit x去4 x 所以直接sub进去4 然后这一个呢 它就会变成limit x去0 然后x-1 所以它变成0-1-1 然后接着我们的这个g的这一题 我们也是同样做factorization limit x去5 OK 可是上面的这个factorization 你需要做到那个quadratic equation的factorization 我可以知道它里面其中一个是5 OK 然后是-5 因为这样才能够上下-5 OK 然后这个是加 所以x2-5 x加3 x就变成-0 x-15 然后为了这个x-5 跟x-5 可以约 变成limit x去5 然后x加3 OK 然后它变成5加3 然后等于8